黄晓明败税他四年,最后还索要千万分手费,如今要冒让捡了破鞋的黄晓明后悔不已。 黄晓明在娱乐圈不仅演艺事业一片坦荡,自己还下海经商发展副业,如今娶了Angela Baby并生下小海绵小两口的日子也安稳起来。 都知道Angela Baby在内地发展之前曾经在日本做模特职业,还在香港与艺人陈磊霆又过一段长达七年的爱情长跑,两人爱到深处还在私密部位为了情绿纹身。 现在的丈夫黄晓明看见这个纹身心里也极为不快被问到陈伟霆时,脱口而出的一句不认识也是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不爽。 黄晓明之前最出名的一段恋情就是与女星秦岚,两人当时在同一个经纪公司,恋爱四年却没有走到一起。 最后分手的时候秦岚为了黄晓明的名声选择与经纪公司解约,还为此赔了上千万的违约金。 就这样被黄晓明拜完四年,最后落得人才两空。 如今的秦岚虽然年纪上涨,可美貌依旧,保养得也非常好,看上去就像是个少女。 相比整日深陷整容风波中的Angela Baby要好很多不知道黄晓明心里有没有后悔过。